喔好滿滿的榴槤味 鼓起勇氣 你可以的 吃吧 一秒就一秒 那個榴槤味直接衝進你的腦門裡面 綜合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呢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沒錯又是披薩 不能不說呢必勝客真的是蠻厲害的 大概每一個月都會有一些令人非常好奇的口味 那大概在兩年前呢必勝客其實就有推出過今天的前身 榴槤披薩 引起了好大一波的騷動 聽說每十秒就會賣出一個披薩 沒想到這麼多人愛吃榴槤了 在睽違了兩年之後啊必勝客回歸了 而且呢還淨化了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榴槤水晶晶披薩 我們剛剛買回來這個披薩之後啊 我連拆開它的包裝都不用 就已經聞到滿滿的榴槤味 而且呢這次必勝客呢還加碼 推出了一個不實 就是榴槤起司糖陽雞 到底是有多愛榴槤啊 像我自己本身呢是不太喜歡榴槤的味道的 所以當那個榴槤味這樣飄出來的時候呢 我已經能夠想到等一下開箱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們就馬上來介紹今天的主角吧 就是他 那個榴槤味非常非常的重啊 很像是放了一整顆榴槤在這裡的感覺 滿滿的榴槤味 好那這次的這個流氓水晶晶披薩呢 顧名思義它就是用榴槤加上芒果做的一個披薩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披薩本人呢 上面有很多黃黃的這個東西 嗯 它不是芒果 是滿滿的榴槤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這個造型呢 是必勝客的LOGO 那我們看上去呢 看到還有大塊的榴槤 芒果呢它是把它做成芒果醬 然後融入在這個披薩裡面 餅皮呢是做豐厚的那種餅皮 它是沒有辦法做選擇的 還是一個小時候 非常的喜歡吃冰棒 放學回到家裡面 開開心心的 打開冰箱 忽比而賴的這個榴槤味 然後我直接印象成客 但其實那時候後來有吃過榴槤喔 滿好吃的 所以我在想會不會只是味道 比較嚇人一點 鼓起勇氣 你可以的 吃吧 剛剛不小心 沾到了這個披薩前段 滿滿的榴槤醬 我好濃 不行不行 吃一下嗎 有一點 好的 第一口吃下去呢 真的不開玩笑 一秒 就一秒 那個榴槤味直接衝進你的腦門裡面 然後你的嘴巴裡面 全部都是榴槤的味道 它算是蠻甜的 接到尾段的部分呢 才會有餅皮的味道進來 起司這種很容易的東西 在榴槤面前 不值得一提 完全吃不到起司的味道 其實吃到第二口之後 就沒有那麼明顯的榴槤味而言 感覺你已經習慣榴槤 滿滿在你口中的這個味道 該不會它的魅力就是在這裡 我覺得搭上這個椰子粉的話 其實是加分的 它可以中和掉一些 純榴槤的這種膩感 它也怎麼應該可以再多加一點 好像還沒有吃到很大塊的這個榴槤塊 我們來挑戰一下 這個榴槤的果肉呢 非常非常的軟嫩 它會有點化掉 但是就是 那個嗆鼻的味道 會帶回來 要和愛榴槤的人 可能才會喜歡 我們剛剛不是說這個是必勝客Logo造型的榴槤塊嗎 但是我剛剛在多吃了幾口之後 發現它其實啊 是榴槤口味的起司塊 蠻酷的耶 中和來說的話呢 會非常的衝突 所以你會感覺到 不是很舒服 但是接著呢 二三口之後就會慢慢的 釋懷了這個味道 慢慢習慣了這個味道 愛吃榴槤的人會給到非常高分 估計9.5分都有吧 但如果你本身對榴槤 比較沒feel的話呢 我覺得 呃 7分緊繃吧 實在是太濃郁 突然是因為說流氓嘛 所以應該也要有蠻多的芒果味道 但其實 完全感覺不到芒果的存在 大概就給到7分吧 好了接著來了 榴槤起司唐陽雞 喔 它第一個讓我感覺到比較明顯的是 它的這個椰子粉 感覺給的比pizza還要多 希望是不太喜歡榴槤的人可以接受的 不知道我是不是嗅覺皮喔 我聞這個堂陽雞 我聞不到榴槤味耶 其實蠻多雞肉的味道 還是吃我已經壞掉了 我鼻子已經沒了 好啦 那我們要來開吃囉 沒有加這個榴槤塊的情況下 我覺得是很好吃的耶 然後很重的這個榴槤味 然後呢 又因為它加上了這個椰子粉 所以它讓堂陽雞呢 又多了一點點的甜味 但是它的雞肉很嫩 外皮呢 算是比較薄的那種蘇尬感 比較像是台式鹹酥雞會炸出來的樣子 究竟加上榴槤塊之後呢 是加分 還是減分呢 大口咬 蠻好吃的耶 怎麼會這樣 這個小塊的榴槤塊 它單吃這樣子一小塊 其實不會有非常濃郁的榴槤味 反正只會有淡淡的榴槤香 它是幫堂陽雞多加了一點點的 甜跟香味 所以如果愛吃鹹甜的話呢 會覺得不錯喔 這真的是沒想到的 一千顆推出這個就對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美食新品開箱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我覺得這個披薩 讓我蠻驚艷的 不過這個驚艷呢 可能並不是往很好吃的方向 是有不同的味道啦 一開始有點不習慣 但吃了一下之後呢 覺得好像還可以 結果沒想到呢 再接著吃到果肉的時候 砰 直接像是我的味蕾呢 又被重擊了一拳 那接著說到這個堂陽雞的部分呢 你只要沒有非常痛恨榴槤 你就可以接受 稍微有榴槤的味道 但是不會特別的濃郁 那再來說說他們的價格 像這個披薩呢 它是539元 這個堂陽雞的部分呢 是239元 不得不說 我一開始在店裡的時候 我沒有看到這個價格 239元 239元 其實有點貴耶 大概算一算的 裡面可能就是 七、八塊吧 我個人是覺得 它有點小貴 如果大家想藏鮮的話呢 就去試試看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如果用一種舞蹈來形容 這整個口感的話 舞蹈來說嗎 閃電霹靂霧 大概是這個概念 它自己咬下去的那一刻呢 衝進來那個速度太快了 快到你完全沒有辦法 慢慢的去品嘗 馬上下去的那一刻 你就可以體會到 什麼叫做榴槤披薩 再次試試看 補答 啦 那還要再配 pada 小鈴鐺 再次試試看 這次飛行的